好 我們說印度跟加拿大現在對上的為了是什麼 為了是這個印度的總理 杜魯道講了 說我們這邊有個加拿大的公民 是印度現在說這個席克教的領袖 在我們的國土裡頭被謀殺了 所以我們希望印度來配合調查 可是你問我為什麼要指責 為什麼要指控 說有可能是印度特工 我證據在哪裡 不好意思 我沒有辦法輕易的把這個證據告訴你 好 可是現在的這一些講法 雖然他們有說有掌握了部分人的通訊情報之外 現在印度這邊完全的拒絕有相關的回應 不過五眼聯盟已經開始有些動作了 美方這一邊表態說印度你們就需要跟人家配合 人家要指控你 你必須要證明你自己的清白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布林肯說話了 蘇利文也直接講了 說美方沒有要給印度所謂的特殊豁免 這個是跟人權相關的問題 甚至其實英國這邊也直接的說 說拜登是有直接的跟莫迪來關切這一起的遇刺案的 所以在G20的時候他們有曾經當面的表達這件事情 他們是相當的關注還有憂心 印度這邊我們剛講的他們其實就直接講證據拿出來 沒有證據你們寫口噴人 所以他們現在要反制 反制的手法就是已經對加拿大的公民簽證開始停發了 兩國的商務觀光客現在是非常的影響 原因是因為你現在如果要到彼此的國家去 不然是做生意或者是訪飾或有既定的行程 通通必須喊咖 影響人數大概光旅遊的部分就有28萬人左右 但是也有人說這會不會其實是雙方的一個民族上面的情緒 原因是因為有人提出來了印度裔現在說快要 這個標示比較誇張一點點 所以印度裔要佔領加拿大了 因為他們發現了從2021年加拿大有40.5萬名的移民 這裡頭三分之一通通是印度裔的人 甚至在北美的高科技公司裡頭 五家公司喔 就幾乎所有的首席執行官通通都是來自於印度的 他們在美國在加拿大現在科技業裡頭印度裔的人士大展身手 感覺上好像通通都要被他們給包了一樣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加拿大印度之間的有一些些的問題 有一些些的矛盾 美方以及五眼聯盟英國這邊左右要如何來擺平 他兩邊都是朋友 兩邊都是他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關係者 這必須好好處理 畢竟現在拜登很忙 這個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報導 他講什麼說拜登政府現在 他們是希望能夠促成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這邊的一個和解 所以竟然是低調的允許沙烏地阿拉伯這邊要用 讓他們能夠進行濃縮釉的製作 然後來交換跟以色列建交 如果真的是這麼一件事情的話 那大家會非常關注喔 因為在中東這邊目前能夠來做相關的核能的事件的 只有以色列還有伊朗 這兩個地方擁有核武 如果真的讓沙烏地阿拉伯也加入的話 那這會不會變成另一個棘手的問題 為什麼會讓他願意這樣來做交換呢 是因為整個國際局勢在改變嗎 因為來看看也算是他的好朋友小老弟澳洲 澳洲現在說終於擺脫了15年的赤字了 出現財政盈餘 同時現在他們也說了 說現在他們這幾年的赤字 跟中國的貿易限制是有關係的 兩國之間越來越好了 貿易問題逐漸的在解除了 甚至還說啦 有可能葡桃酒啊 這些反傾銷反補貼的措施案 雙方可以坐下來談 也有可能什麼是一籃子的方案喔 也就是先前不只酒的問題 還有龍蝦的問題 還有小麥的問題 還有澳洲牛肉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一次性的一起解決 那如果真的可以一起解決的話 是不是表示過往所謂15年的赤字 這真的就有機會一次擺平嗎 這裡頭不只是國力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錢袋子的問題 回顧頭來 請教楊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 這印度跟加拿大之間的衝突 現在五眼聯盟這邊是不是要出手了 我覺得不會 因為加拿大其實杜魯道把現在 他自己陷入到了一個困境 這個困境我覺得其實就揭露出 美國在就是五眼聯盟之間 在針對中國的圍堵 要依靠印度的這種虛偽 關鍵就是他其實掌握到資訊 他自己作為總理的身分 已經跳出來指控是印度政府派遣特務 殺了這一位就是席克教的領袖 在6月份的時候 但他還凶手抓到了 他還拖到8月還親自到印度去 參加集團體然後不歡而散跟莫迪 回來之後大概覺得 實在是受不了用個人指控 杜魯道 加拿大政府 你應該就自己公布了 他為什麼不會去公開相關的證據 你總理的指控 不就等於是官方的指控嗎 然後你還驅逐了 負責安全的印度的外交官 你又為什麼不公開你的證據 因為一旦公開證據 就太沒有辦法轉還 這個時候美國 美國的副總統是什麼義 英國的首相是什麼義 艾爾萊的總理是什麼義 都是印度義 對不對 所以不要說華爾街或者是矽谷 還有NASA有30%都是印度人 這個當然因為印度人口多 而且他們從小那個數理教育 是你難以想像 他們不是被99成發表 但是被19成19成發表 而且一切都要求用心算 對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但是最重要關鍵是 美國依靠印度來去制裁中國 在CNN訪問就是前天 澳洲的外交部長黃英賢說 談到印度跟加拿大問題的時候 那個阿門普爾很有名的主持人 他說這個事情會不會造成 推動印度遠離中俄 然後構成影響 那是不是把我們來到了 把我們更進一步推到了中國的威脅 他根本就把印度跟加拿大的問題 放在一個中美對抗 以及中國威脅的框架之下 所以你覺得拜登會出手嗎 蘇納克會出手嗎 這個事情大概就是這樣子下去 至於拜登要讓沙烏地阿拉伯 擁有所謂的民用核武 民用的這些核能計畫 我覺得他就是第一個 他在加強美沙之間的關係 這也滿意諷刺 沙烏地阿拉伯曾經暗殺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而拜登還親自罵 就是這個沙烏地的王儲 可是你看看比較他跟這個印加之間 他就變成兩面人對不對 我覺得關鍵是他要讓沙烏地阿拉伯 自己去發展核武計畫 來去牽制伊朗 這是一個他在中東戰略的一個做法 好 來 要請教賓哥 我覺得 基本上杜魯道年紀也不輕了 怎麼跟個小屁孩一樣 因為這種事情 你怎麼會是檯面上 直接對著莫迪去講這種話 那這兩國不決裂要等什麼 我覺得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你一開始就打算是要得罪莫迪 就是兩國要翻臉 那你就翻個徹底 就像楊耀明教授講的一樣 你直接把證據直接亮出來 讓莫迪百口莫辯 不去結了嗎 結果你在那邊講了這麼大聲 就告訴大家 我證據絕對不會拿出來 請問一下這什麼意思 那不是把整個事情 鬧到這麼強了 你證據都不拿出來 那請問一下這個事情怎麼收場 所以我覺得 他為什麼不拿出證據出來你知道 我認為是拜登就要不要拿出來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拜登知道已經拿出來 就整個完了 沒得談 是 其實拜登一直是希望杜魯道 去幫他幹什麼 去幫他拉攏印度進來 因為他們希望 像美國希望就是印度 加入他們的整個聯盟 去圍堵中國大陸 結果我叫你去當 那個說服他 結果你去把他搞得跟他快開戰 那請問一下到底在幹嘛 那你看到G20 現在美國故意講說 其實拜登在G20的時候 有有去對莫迪講說 表示關心 問題是他這樣復活 你認為他在講什麼 你認為他是美國政府宣稱的 所謂的 我很關切 你們到底有沒有謀殺 這個席克教的這個領袖 還是他說 你放心 這小屁孩我幫你搞定 你覺得比較像哪一個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我認為拜登絕對不會想 在這個時候去追究席克教的領袖 就被誰殺害的問題 因為這個事情關拜登什麼事 拜登很在乎嗎 不在乎 杜魯道要在乎為什麼 因為席克教徒在加拿大很多 他會如果 他不把這件事情處理好的話 他內部會有一些反彈的聲浪 他可能會承受不了 所以這是杜魯道的麻煩 但是杜魯道的麻煩 拜登不見得會在乎 拜登要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件事情搞到大家都下不了台 美國一定會從中想辦法斡旋 我也不認為什麼五眼聯盟 他們會主動去對付印度 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認為莫迪就是看準你 現在你們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 所以他才敢做出這麼激烈的反應 我覺得也是這樣 而且印度人本來就是很要面子的民族 最近莫迪又正在造神 然後他們已經把他捧得跟神差不多了 所以他會做出這樣的反應不奇怪 但我認為接下來歐美這些國家 會想辦法化解這件事情 那至於說 沙烏地阿拉伯會不會擁核 雖然這是他對美國提出來的要求 可是我認為以色列表面上 可能會礙於美國的面子 納坦亞胡可能不會拒絕 可是我不認為以色列會 會認為沙烏地阿拉伯可以擁有核武 背上不是有一個刺嗎 對 我認為這件事情 只是雙方談判的一個籌碼而已 來 請教一下立獎君 剛剛聽過前面兩位的分析之後 難怪習近平上次在積穿起 在巴黎島的時候 跟杜魯道講說太天真了 我不要跟他一起變那些話 杜魯道真的是太天真了 這件事情是6月份刺殺齊克教的 印度派員去把齊克教 分離主義的領袖刺殺掉 但是這事情一直拖到8月份 你看8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莫迪跟杜魯道兩個有見面 長編會談 但是你看那個臉色 莫迪 其實他杜魯道想私底下 去跟莫迪討論這件事情 莫迪理都不理他 給他一個白臉看 所以說他回來以後 你還在講這件事情 那不是真的是 正如習近平所講的 就是你太天真了 那不錯 席各教這個教徒 這些教徒在印度 在加拿大約有占2% 而且這些人都是有錢人 席各教很奇怪 第一個他有錢 第二個他很勇敢 他很善戰 他的特徵就是兩個 就是他頭上包一個頭巾 那就是席各教 另外一個男子 身上都要配著短件 代表他會爭理而戰 其實席各教也是 很兇悍的一個民族 那這個民族 在加拿大有2% 他又很團結 那杜魯道 須不需要有這些人的選票 他當然要有這些人的選票 也希望這些人在 他競選的時候 在經濟上面能夠支持他 那現在他們的這些 分析主義的首領被暗殺掉 他們也希望說杜魯道 其實他們討回一個公道 所以杜魯道其實現在 是夾在中間 可是我必須要講 就像是楊永明老師 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美國可以犧牲你杜魯道 但是他不願意犧牲印度 所以印度比較重要 對抗中國比較重要 還是你杜魯道 可不可以繼續連任比較重要 這個一看就很清楚 拜登打的是什麼算盤 所以難怪習近平講說杜魯道 這個想法太天真了 另外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拜登允許沙古地 擁有濃縮釉 他是說我讓你有這個濃縮釉 讓你去發展一些 你的核能設施 但是不代表說 我同意你擁有核武 可是你沙烏地阿拉伯 等到你擁有這些濃縮釉的時候 他到達百分之多少的濃縮 只要百分之九十來多 濃度的問題 就可以發展成核武 因為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他面對著敵人 在自己的伊斯坦裡面 他面對伊朗有核武 對不對 以色列有核武 所以他也希望他有核武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一定把這些濃縮釉 再加上